恩恩 这里是哪里啊 你是谁啊 来呀 你是小梅子 看我的 妈妈我也要弹弓啦 不行啦 明明是个女孩子 怎么可以像男孩子一样玩弹弓呢 不要 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玩弹弓 买给我买给我买给我 没有看到妈妈正在忙吗 妈妈一定是后目 你说什么 我的妈妈是后目 我是前来人啊 不要 这次又怎么了 小梅子快点给我过来 不要 这真的很痛耶 被我抓到就完蛋了 给我站住 小梅子 你长大了 逗留当什么 啊 怎么现在就要想这个 这种问题能长大以后 你说什么 女儿啊 其实爸爸呢 想把你们捧在手心里小心地呵护 让你们当学内小姐冠军 是我的梦想啊 爸爸 至少还有我啊 美美 你果然 没有让爸爸失望 但是问题是长女 就是你 是 不能这样下去了 跟我来 是不是需要我提供意见呢 啊 啊 啊 要找哪一种款式呢 请问 有没有适合小女孩 穿的衣服呢 我看看 像这样很cute 又lovely的小公主呢 我认为适合她的是 现在要我穿这件吗 有什么不好 女孩子本来就要穿这种衣服 这种衣服还是给美美穿 不行 爸爸叫你穿 你就给我穿 不好意思 还是换一件 哦 beautiful 简直是fantastic 这件衣服就像为你女儿良身定做的一样 真的吗 当然啦 穿起来就像是小公主 哈哈哈哈 真的很谢谢你 这孩子是我的女儿 是我的女儿 你看 多么优雅又有气质 就像走在云端寺的走路姿势 笑容多么的温柔 瓜哥 小伙优雅跳 小梅子 你不要再吃了 就从现在开始 你要减肥了 没听过吃饭皇帝大这句话吗 你的子女也可以成为漂亮的小孩 请你到我们韩国礼节生活馆来吧 那么我们小梅子就拜托老师了 请您不要担心 只要在我们生活馆待上一天 一定能成为又礼貌又漂亮的孩子 小梅子啊 是 挖鼻孔的时候 要像这样用手遮起来再挖哦 各位请看这里 像这样用左手扶着水壶 轻轻地倒茶才不会有太大声音 那么你们试试看吧 还要吃 我学会了 低下头停留一会儿 然后再把头抬起来 老师好厉害呀 来给你 小梅子 特别好 超轻的 蓝 filled她 顺眼 了 chefs 姐分安得赔赔赔赔买他们辨淨 额 globe 我的女儿真了不起 真的很抱歉 这些年来 女儿都没有对付母亲尽孝的 出发了 好 集中精神 要看着球 往球模的方向踢 好 小梅子 你生病了吗 没有啊 怎么了 不是 总觉得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梅子 小梅子 你是谁 嗯 我的小公主 小梅子 你不是 你好吗 伯父 你怎么穿着小梅子的衣服啊 其实 小梅子今天去参加足球比赛了 什么 参加足球比赛 对 今天跟隔壁的学校有足球比赛 结果小梅子被选为代表出赛了 小梅子 竟敢 有什么 你搞什么 原来是佳浪女生的乌合之众啊 吃一群乌合之众啊 吃一群乌合之众啊 小梅子 这个臭丫头 头发 小梅子 不可以 小梅子 它站起来了 是 我已经没事了 所以不要担心 小梅子 很好很好 好棒 小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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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这点实力 还想跟我们挑战 你说这一点实力 我的女儿真了不起 小梅子加油 竟敢抢我的球 让开 放开 让开 不可以 有啊 太棒了 哇 小梅子 爸爸 小梅子 爸爸 我的女儿 爸爸 我生生很棒 是啊 我的女儿是最棒的 我的女儿真的很了不起 小梅子 那个球门 是我们的球门了 好 上一次的作业生活计划表 每个人都交上来了吧 让我看看哦 允习的 多多的 我的天啊 敏智 敏智的计划表 真是又整齐又漂亮 敏智对这方面 果然很有天分啊 天呐 这个是 小梅子 你站起来一下 我叫你写生活计划表 结果这是什么 老师 每天过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计划表 没有任何意义 我不想让我的人生 局限在一张表格上面 这句话 我好像去年也听过 就当做是记录小梅子的一天 后天之前一定要交上来 知道了吗 请 老公 你不用上班吗 哎呀 我起来了啦 小梅子起床 哎呀 好难受啊 妹妹 你不去泽棉被在这里做什么啊 哎呀 快点给我起来 快吃到了 我出门啦 不要喝酒 给我早点回来 这一本 还有这一本 都准备好了 小梅子 一起上学吧 我马上就来 是敏智姐姐 姐姐早安 敏智姐姐早安 你们两个也早安啊 敏智走吧 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 对了 给我钱 因为要美化环境 所以要准备一盆花 什么美化环境 每年都要 一千五够了吧 没有一千块的纸钞吗 而且应该要给我两千块才够吧 零钱有什么不好啊 你是小学生 撒架老板会算你便宜 一千我就够了 哎 怎么 不想要吗 小梅子 你 你到底在做什么啊 不听啊 快跑啊 小梅子 等你回来就完蛋了 小梅子 你到底想要买多贵的花啊 可是小梅子 花蝶在那边 你要去哪里 跟我来 等等我 最近跟我妈要零用钱 简直难如登帖 什么 花自己摘 这钱就是我的了 是天气不够暖和 所以花都还没开吗 在那边 交给我 还差一点点 小梅子 那里很危险 小梅子 你小心一点 我 成功了 我不是教你小心一点吗 算式中 同时有惩罚 跟加法的时候 要先计算惩罚 举例来说呢 大家看看 6乘以4 减8 加5 这一题 他要睡一长 睡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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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 他受不了 小梅子 你又睡一觉 现在离开到教室后面去罚柜 难怪他会累得睡一着 明天是环境美化审查日 大家都知道吧 一二小组负责打扫教室 其他的同学 都去外面的花圃种花吧 是 我们到那边去种吧 小梅子 哪里找来快哭死的花 烧滚仙 是去种你的花吧 真是难得 原来只有害怕的东西 这两个家伙 小梅子不要生气 你们两个再这样 我就要告诉老师哦 呃 对不起 下次再也不会了 你们两个 快点来抓我啊 你给我站住 就算到地球尽头 我也会逮到你 趁我跟你客气的时候 最好快点下来 随便点好了 反正地球是圆的 总有一天会见到面的 你真的要叫吗 哇 你画好漂亮哦 要健健康康地长大哦 你大家知道吗 哈哈 哦 他们两个怎么了 哦 那是什么东西啊 嗯 那是什么 啊 快跑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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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汐 小杯子 芸汐 祝你好运啦 啊 不要走啊 啊 啊 你们几个真是 为什么一天到晚在学校里闯祸呢 让恶作剧也要有个限度 教师花朴都一团乱 明天就是环境美化审查日了 现在该怎么办 真的很抱歉老师 回去写五十张回锅书明天早上交过来 啊 我会通知家长 先做好心理准备 哎呀 身上三年级才多久而已就在学校闯祸啦 还有另外一只鞋又丢到哪里去啦 你为什么总是要让妈妈操心呢 啊 我怎么了 我回来了 她又做了什么让你这么生气啊 有什么事好好说嘛 你让开 对不起 爸爸 你啊 跟我说以后还会不会闯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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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教训过她了 还需要通知她妈妈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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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该拿她怎么办才好呢 真伤脑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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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提了 这孩子清晨五点就来学校 苦苦哀求着我 要我开门让她进来 啊 她又哭又闹的 吵着说要美化环境 害我差点招架不住呢 啊 真的很抱歉 警卫先生 哎呀 老师这么说我反而不好意思 我说这些不是要老师道歉 请你不要太在意了 还有坏掉的书桌我也全修理好了 这也是这孩子拜托我的 小梅子 我的腰 老师你早啊 多多你在这里做什么 到底把地板擦得多干净啊 大家注意 她是从今天开始跟我们一起上课的张成勋同学 为了让成勋能尽快适应新环境 你们要好好帮她哦 是 我看看 哪里有空位呢 对了 小梅子的旁边没有人坐 你到那边的空位坐下 今天你还没有课本跟小梅子一起看吧 她长得就跟女生一样 还坐小梅子旁边 那个小子不去换运动服还坐在那里做什么啊 她今天才刚转来可能还来不及准备运动服吧 好啦大家都安静 今天就照着上一堂课分好的组别来比赛组累球 是 老师我们这一组刚好缺一个手背 可不可以叫那个小子也上场呢 陈勋吗 因为陈勋的身体不太好 所以可能没办法上场比赛 那就另一组也剪掉一个手背进行比赛 是 什么嘛 难怪我第一眼看到她 就觉得她弱不禁风的 陈勋的身体好像得了什么病 好可怜 唉 如果跑都不能跑 她活着还有什么乐趣 因为昨天下过雨 地上都是泥泞 小心一点不要跌倒了 害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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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连耳朵里也都是泥巴 我要跟老师说马上帮我换位子 我今天不应该来上学的 还是回教室休息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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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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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isir 啊 啊 嗯 啊 空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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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课你一个人一定很无聊 跟他玩吧 怎么搞的就是关不起来 还是算了 这只送给你 我的铅饼盒盖不起来 可以盖啊 怎么听不懂我的话 反正我家里还有很多 所以这只送给你 真的吗 这种款式我在玩具店也没见过 是不是很贵啊 总之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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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尽量吃吧 张承煦 承煦 我听说你 今天第一次去小梅子的家是吗 对 你说的没错 怎么 你去很多次了吗 当然去过超多次的 像今天这样的分组作业 我每次都跟小梅子分到同一组 是吗 你第一次我家又乱放冰山可死定了 知道了吗 少爷 快点上车吧 因为少爷最近走了太多的路 夫人每天都担心得不得了呢 我不是说我要走路吗 不对 那好吧 我改变心意了 今天我就跟朋友一起坐车好了 大叔 拜托你一件事 你跟多多说 是 大叔 那我呢 我也说好了今天要去小梅子家一起写作业啊 你收下吧 你收下吧 这是最近新上市的游戏卡带 今天你可以自己写作业吧 大叔 他也要一起去我家 东东 快上车 小梅子 今天我可以一个人写作业 明天见喽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伯母您好 妈妈 他就是不久前转来我们班的成熏 今天来我们家一起写作业 哎呦 这孩子长得真俊俏 姐姐 你们两个是吃错东西了吗 我要跟同学一起写作业 你们可不要捣乱 姐姐 可不可以让我们也一起写作业呢 超级可爱的 哇 真的好可爱 嗯 崔美美 你看你画得乱七八糟的 当你在搞什么鬼 我爸好好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乱打小孩子呢 张承煦你可能还不知道 小孩子就是需要管教 不要用蜡笔 用色铅笔可能会比较好画 可是没有粉红色也没有红色了 是吗 美美还有宝宝 你们要不要去我家啊 去我家写作业好了 我把色铅笔借给你们 真的吗 要去哪里啊 作业都还没有写完耶 我们家有很多好吃的 你在做什么 还不出发吗 好 快点进去吧 欢迎你们 你就是陈勋说的小梅子吧 天呐 弟弟妹妹也好可爱哦 伯母您好 妈妈 请送很多点心到我房间来 上去吧 我的房间在二楼 姐姐 这里的走廊好像比学校走廊还长 姐姐你看那个 姐姐你看那个 是一座城堡耶 真的好美哦 姐姐这里有蝸牛 好了 不要看了 去写作业吧 等一下 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我只是怕放着不管会死掉 这么胖的蝸牛你在哪里抓的 我看过人家养小狗 养蝸牛倒是第一次见到耶 这么大的城堡只住她一个吗 哦 这里是小兰专用的宫殿 她还有名字吗 我们去学校吧 什么 今天早上 我在学校的草地 看到地上有很多蝸牛 我们帮小兰找一个朋友来陪她 只有她一个不但很无聊也很可怜 那好吧 其实我也应该带小兰出去散散步了 那我们两个要回家了吗 这是什么话 美美跟宝宝在我们回来之前 在这里一边吃东西一边玩吧 真的吗 吃到城堡肚皮吧 来 乖乖在这里待着 要仔细看每一片树叶 我发现蝸牛都会在树叶上爬 好 知道了 这里好像没有蝸牛 你在找多久而已 小兰 小兰 小梅子 张成熙 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啊 什么嘛 原来是在跟蝸牛玩 真幼稚 不要管我们 你继续去玩你的球吧 不能跑步的人一张嘴倒是很会说 难怪你一天到晚就会跟女孩子玩在一起 你就算想玩也没人愿意陪你玩吧 因为你只会玩球跟恶作剧 什么 你这个家伙 有本事再说一次 李允熙 你不是来找球的吗 找到球就安静地走开干嘛找麻烦 小梅子 这小子才转来多久而已 你就帮他说话是吧 什么 我哪有帮他说话 这小子每次都装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只有你不知道 拜托你清醒点行不行啊 你在吃醋吗 什么 好好好 对不起对不起 谁叫你精神年龄比我们低 张承煦 你说完了没有 这种东西 小兰 给我走开 因为我丢了你的蝸牛 你心痛得快死了吗 什么 你 站起来 我还没有打完 你这是在做什么 小梅子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小梅子 现在开始 交给我处理 嗯 接招吧 大坏蛋 怎么可以当作一个可怜的小神秘 才能的家伙 真是太过笨了 小梅子 大坏蛋 小梅子 可怜 可能 像这样妈妈很忙的时候 爸爸就会帮忙打扫或是洗碗 还有 总之他们会彼此尊重 也会为对方着想 真的假的 差别也太大了 我说完了 他的爸爸真不错 草莓说得很棒 下一位是多多 我的妈妈呢 目前还在公司上班 依然维持着像年轻小姐一样的身材 我爸爸每到星期天 就会带家人去吃大餐 或是去动物园之类的地方玩 报告完毕 装模作样 好 下一位是小梅子 老师 我可不可以下次再说呢 为什么要下次再说 因为同学们的父母亲跟我的父母亲好像有太大的差异 要是这件事传了出去 恐怕对我爸妈的形象有很大的影响 不要动歪脑机 快点出来 是 现在开始 我要报告关于我爸妈的事情 平时有心脏问题 还有容易受到惊吓的同学 捂住了多不要听 老师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听了也许会对结婚的幻想彻底破灭 果然是小梅子 其实我爸妈从血型到个性没有一个地方一样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一起生活的 小梅子 大家是怎么了 我还没有开始呢 今天慢了一点 我妈妈每天很早就起床了 小梅子快点起床 该上学的 再睡五分钟 我去上学了 出太阳了呢 那就把家里的棉被全部拿出来洗一洗吧 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嘛 我妈妈不止洁剑 甚至小气吝啬到被称为铁公鸡的地步 这个月的火石会超出太多了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绝对不能再狭气 还要更神 神 神 减少小梅子的零用钱 减少获食会 减少制装会 减少老公的零用钱 这个要减少 那个也要减少 全部都要减少 我回来了 看看哪一身脏兮兮的 一张成人票 一张儿童票 大神等一下 这个孩子怎么连续三年都是五岁啊 笑死了呐 你看过我们家的后口名簿啊 我的小宝贝快点进去吧 这个大拳真的是 真的好丢脸 我想我会一直长不高 一定是因为那时候常常把身体缩起来的关系 而且我妈妈就算头上顶了一堆东西也不会搭公车 会一步一步走回家 相反的我爸爸却把计程车当作自驾车一样 真是 快要迟到了 来了 计程车 司机 司机 我要去前面的十字路口 不只是这样而已 迟到了 灵带 灵带在哪里 不是在你手上吗 老婆 你怎么不早点叫我起床 我已经叫五次了 给我袜子 在这里啦 假日的时候会更严重 来抓我 来啦 拜托 你要在家里打滚没关系 但是我打扫的时候可不可以坐起来 我是死人 不要跟我说话 你这个死鬼 不要躺在家里去叶子把故障的水龙头修理一下 说要帮我修理都已经说多久了 明天我一定会修理了 我真是受够了 妈妈要修理吗 是啊 像你爸爸这种人能娶到我当他老婆 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 要不是我 你爸爸可能早就轮了街头当乞丐了 请你搞清楚 除了我之外 有哪一个男人愿意跟你这种唠叨可不停 又坏脾气的女人过日子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次 你看看你看看 腰队我使用暴力了 我给你救我了 说真的我妈妈唠叨的程度确实很严重 玩具玩完了要整理干净哦 美美你以为自己是歌手还是演员 怎么臭丫头竟敢跟妈妈顶嘴 因为要忍受我妈妈的唠叨跟暴力 我觉得活着真的很痛苦 难怪会这样 原来小妹子是遗传自妈妈啊 那是我最讨厌听到的一句话 你是凭哪一点认为我遗传自我妈妈 小妹子你冷静一点 所以我有时候喜欢爸爸更胜过喜欢妈妈 妈妈给我五百块五百块就好 才刚给过零用钱而已 干脆把我抓去卖了 给我五百块五百块 这丫头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什么妈只给一百块 怎么一百块不满足是不是啊 怎么可能呢 我会很赶紧地收下的 爸爸 我想想 你要零用钱对不对 要多少 我想买饼干去给我五百块 什么 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最近用五百块能买什么饼干啊 不要去买那些便宜的垃圾食物 爸爸给你一千块 拿去买好吃的 自古以来做人要大方才会成大气 所以在我的立场当然喜欢爸爸更胜过喜欢妈妈了 然后在昨天事情终于爆发了 你说什么 你居然把奖金全部都花在酒钱上了 算起来酒也是我喝的 我付酒钱也是应该的 只是谁会想到酒店的人会找到公司来 我知道了 老婆 你没生气吗 我干嘛生气 现在我们是陌生人 什么 现在开始你可以尽情喝你爱喝的酒 自己好好护养孩子吧 我要离开这个家 老婆 妈妈不要走 妈妈 能不能先把我签名带走啊 就这样 我妈妈真的离开家了 如果我妈妈帮我签名再走 我就不会受到处罚 也就不用负责扫一个新奇的厕所了 而且家里发生这种事 我当然也没心情念书了 还有小妹子本来就不念书不是吗 我是说今天比平常时候更没心情念书 总之我身为家里的长女 心里担心的是没有妈妈要怎么继续过日子 好了 各位也听到今天要打扫厕所的人是小妹子 我们以后要怎么办 是小妹子 弟弟还那么小 我是不是要办修学呢 妹妹这丫头一定高兴得每天狂吃饼干 至于爸爸 我根本就不起他 是小妹子 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一开始就太勉强了 妈妈跟爸爸个性差太多了 我不管了啦 小梅子 今天开始你要打起精神来 话说回来 今天的晚餐吃什么才好呢 好吧 今天就吃外送炸酱面跟糖醋肉套餐好了 然后明天吃披萨跟炸鸡 我不管了 我回来 对了 妈妈不在家 是小梅子吗 妈妈 你怎么在家 什么话 我不能在我自己家 小梅子 爸爸回来了 爸爸 是啊 老婆 今天这么早就回来了 没有啦 我是因为担心小孩子 老婆你吃吧 老婆你吃吧 不用啦 老公你多吃一点吧 那就给我吃好了 那只丫头 那是你爸爸的 老公你吃吧 没关系 老婆你吃 老公你吃 好 好 Cale 老公你吃 别啦 好 hart 小梅子 你怎么这样走路 身边了吗 我走路怎么了 很怪吗 你的脸又怎么了 因为今天早上 我多吃了一夜炸火腿 吃太多油渣都会拉肚子 到底要我说几次 这点对身体好的凉拌充施 非要差都要吃 那些东西都不合我的胃口 我只要吃好吃的东西 明知 看样子 我是真的要拉肚子了 再忍耐一下就快要到了 好门子 快来抓我 好舒服 超级的 明知你还在外面吧 到来了我在这里 你果然是我的好朋友 不过应该没有什么臭味吧 怎么会有臭味呢 今天的体育课是踢足球 我却不能出去 真嫌弃 老师 老师 家长会费不见了 什么 我放在信封 然后夹在数学课本里面 结果数学课本整个不见了 你已经仔细找过了吗 对 刚才我还看到过 可是体育课上完之后就不见了 好了 好了 大家都安静 体育课留在教室的同学 都站起来吧 这是什么意思 这样的话 仙仪饭总共有六个 好 站起来的六个人 现在站到教室后面去吧 老师 不是我偷的 整个体育课我都没有离开椅子 我真的乖乖的坐在书桌前 平常上体育课 绝对会第一个冲出去的小梅子 今天为什么没出去呢 那 那那 这是英雄师 小梅子因为早餐吃了一百个渣祸腿 结果肚子痛不停狂 我是因为头痛了 你看起来不像头痛的样子啊 你们几个 在下课之前 给我在教室后面罚跪 真的不是我 是谁 快出来自首 刚才老师问你 体育课怎么没有上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回答老师呢 你现在怀疑我吗 可恶 等一下 人家都说做成唏嘘 这里看起来最唏嘘的人 就是小梅子 这么幼稚的推理是跟谁学的 你以为有人会相信你的话吗 难怪 刚才他吞吞吐吐的我就觉得可疑 一场最爱上迭语课的人竟然没上 可恶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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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了 回去写信交给他 明天就真相大白了吧 小偷今天一整天都装傻了 哪有可能会承认 也有可能是直升偷了之后 再偷偷的藏在别的地方 小梅子你难道怀疑全部的同学吗 不是不是 我只是先选出嫌疑犯嘛 我想到了 刚刚才嫌走出来又走进去 我正好觉得奇怪 什么 杨才嫌吗 他为什么走出来又走进去 他说精神不太好 然后急急忙忙进去了 我趴着的时候 还生龙虎虎的家伙 猪王大王 猜嫌这家伙去哪里了 跑掉了吗 嗯 像子弹一样背了书包就冲出去 找到了 平常只能看着别人玩的家伙 今天却换了一堆铜板玩个够 小梅子 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 我忘了介绍他了 打个招呼 他是敏殿大叔家的真酒 听说以前是机场的妾毒犬呢 真的吗 大叔说 他到现在还没有看过 比真酒更聪明的明雀 敏智 你今天理您用钱了吧 一万块的钞票借我一下 给你吧 真酒 就是这个味道 丑真正在做什么 给我站住 小梅子 小梅子你没事吧 可以出来吗 谢谢小梅子你看那边 小梅子你先去我家洗干净吧 不可以 不能在这里放弃 我一定要证明我的清白才行 我让你再开 站下去我们会跟丢 快点走吧 那小子一直往后看 我觉得心里很不安 为了不被发现 我要变装了 非常完美 简直可以媲美007了 这是什么 一定是那小子丢在地上的 很有可能是重要线索 这么昂贵的香蕉还剩下这么多 要不是他侵占了家长会费 否则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 敏智 这个收起来 我知道了 我会放在书包里面 好想吃啊 小梅子 请等一下哦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什么 你看得到吗 看得到 他从口袋里拿出了 在这里 那个是庄前的幸福 这下子被我逮到 等一下小梅子 要踩鞋 做什么 小梅子 杨才贤 你以为我抓不到你吗 小梅子 你是什么意思 我又没做什么坏事 你这家伙 你还要继续装傻是不是 家长会费就在你眼前 别想挤赖 怎么还是一脸不承认的表情 这句都在这里了 财嫌的零用钱 什么 你以为我偷了足印的钱 然后再嫁货在你身上了吗 抱歉 都怪我对小梅子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 故意要整我呢 家伙给别人算是犯罪 哪是开玩笑 居然把我当作罪犯 小梅子你好过分 不是那样啦 是我对小梅子说了奇怪的话 他才会误会你 不是啦 敏智 听到你的话马上就起疑心 还追到这里来的人是我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我会换新的信封给你 不用了 我要拿回家放在别的地方 别壮嘛 我去买粉红色的香水信封送你嘛 算了吧 买什么粉红色 如果是红色还可以 可恶的臭狗狗 我不敢了 午餐来了 妈妈我好饿 这里的饭根本不够吃 吵死了还不够挨记 偷了家长 贵妃还想说什么 真的不是我做的 什么 是做梦吗 你这丫头 最近到底在外面忙些什么东西啊 还有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 你不去上学吗 妈妈不用管我了 没有抓到小偷 我不敢去学校了 不敢去了呀 好 好 昨天说的那六个人 就照老师说的 拿出写好的信 然后到前面来 老师 小梅子还没有来上学 什么 小梅子还没有来 你也没听说她今天要请假呀 就是啊 为什么要吃乖 看吧 我就知道是小梅子偷的 她真的很好笑 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小梅子才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 上课的时候 一直想着要杂烂 我的树镯对不起 站在这里才知道 你是一个让人很想拥有的树镯 还有明知 你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老师 那我的家长会费要怎么办呢 就是啊 怎么办才好 这种事第一次碰的 马上就要上课了 你不去准备来我们班有什么事吗 我是来把课本还给主意的 昨天谢谢你把课本借给我 我应该马上还你的 抱歉 别这么说 我自己也忘了一干二净 你看 大 ف Lazar 云苏 真声 an 如今 抱歉 你 Quarter 这二三二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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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五三三三四五三三二三一二三三三四五四五一半三三三四五二 proceed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